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释候审 60岁的林冠英跟48岁的彭丽君 都是在反贪会法令下被控 个别面对一项控罪 那56岁的周玉清 则是在反喜黑钱 反恐融资 还有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总共面对三项提控 根据控转 林冠英涉嫌在2013年8月19号 到2016年3月3号之间 期间利用 其宾州首席部长 还有宾州发展机构 PTC主席的身份及公司人员 通过Excel Property Management Consultancy公司 替妻子周玉清 接受了37万令吉的贿赂 以确保Manifission公司 受邀参加总值1161万令吉的 柔辅和巴都嘎湾的劳工村计划 而周玉清 在这个当中拥有间接的利益 那么根据彭丽君的控装 他涉嫌在上述同一个期间 教售林冠英接受贿赂 那么值得一提的 就是彭丽君的代表律师 是Sitra Baram 那么他就是那籍SRC公司案的主控官 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了彭丽君的辩护律师 那么这名律师 他之后就向记者说 辩方不接受今天的控罪 因为这种案件 与购物案具有相同的案情 形容一罪两审的情况 他说今天的控罪 是抵触了联邦宪法第72条文 还有刑事程序法典第302条文的 因为是根据跟购物案 相同的事实来提控 而彭丽君早就已经在这个案件中 无罪释放 根据联邦宪法第72条文 被判无罪或者是定罪的人 是不得再次针对同一个罪行 再次受审 除非更高的法院下令撤销 无罪或罪诚的判决 而要求重审的 那西探巴兰他就提醒说 法庭在购物案审讯 传照了20名的证人之后 是宣布彭丽君无罪释放的 之后控方并没有提出上诉 反而是接受了当时的这个判决 他就解释说 两宗案件其实都跟柔府 劳工村的计划 山竹园 佛罗山贝的土地转换用途 平洪路的洋房 和周玉庆的职业是有关的 那今天的这个控罪 是前一宗案件 还有调查的一部分 他就表示说 控方是不能选择 以分期的方式 每一年不断地根据 相同的一个事实 来做提控 因为这已经形同了 刚刚蓝主编 你有提到的 一罪两审 因此他就认为说 有必要在开审之前 就先向法庭提出 这一个观点 所以这个情况 很可能会出现 暗中暗的情况 那么看回来 周玉庆所面对的三条罪 都是涉嫌洗黑钱 而且是在三个不同的期间 分别收取了 八万七千块 然后十八万 以及十万令吉的 非法活动的收益 那么林冠英跟周玉庆 他们今天早上 离开了北海法庭之后 就回到自己的 服务中心召开记者会 那么期间 两人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那么林冠英 他再次的捍卫妻子 强调妻子 只不过是一名职业律师 赚取律师费 也被当作是 悲控洗黑钱 而且这个做法 是非常不可理喻的 那么他就说 很明显的 这是针对他个人的 这个政治报复行动 那么如果你对他有仇的话 那么对他要做什么都可以 为何要扯到他的这个妻子呢 这是毫无根据的一个控罪 那么他将会 强烈反抗到底 那么他也使用说 今天这个提供呢 是肮脏的游戏 然后非常过分的 然后呼吁大家 放过他的家人 林冠英呢 叫后就发文告重申呢 Medification公司呢 是不曾获得 柔佛还有 巴都盖万的 劳工村的计划 他不明白说 何来贿赂之说 他说很显然的 这一次的提供呢 是一项政治操弄 那周玉清呢 也喊冤 就强调说呢 职业26年以来 一直小心翼翼的做事 还有遵守法律 他不解说为什么呢 他会残上洗黑钱的 这个罪名 他在发言完毕之后呢 就跟林冠英呢 相拥而泣 那这个情绪呢 是非常的激动的 林冠英当时候呢 也眼睛泛红 那周玉清呢 是用他手上的 这个口罩呢 去擦他的眼泪 那么针对林冠英夫妻 被控的这个事件呢 他们的这个对手 就是马华 他发言人陈俊儿 就促进行动党上下 停止在社交媒体 煽动人民的这个情绪 反而应该要让法庭 公正的审案 以及接受这个裁决 那么陈俊呢 他就发文告说 如果林冠英夫妇 确实是无辜的话呢 那么身为律师的他 就是陈俊呢 支持两人在法庭上抗辩 以还自己的清白 那么他就指出说 周玉清 其实他并非是 普通的家庭主妇 他是行动党的前周议员 他曾经在1999年 到2013年期间 纵选为马六甲的周议员 同时呢 也是马六甲州行动党 行动党的这个党编 那么这些记录都显示 周玉清 他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政治人物 所以陈俊呢 他认为说 火箭领袖似乎有意通过 社交媒体和新闻上 制造两人是弱者的这个形象 企图大打悲情牌 来煽动人民的这个情绪 然后借此来污蔑政府 说是这是政治破坏 或者是选择性的提供 以便赢得舆论的这个支持 而林冠英夫妻的这个案件 他牵动的是火箭支持者的这个情绪 同时也有不少同情者 那么许多人呢 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这个议题 那么最根究底最终裁决的人呢 的机构呢 是法庭 民众和舆论不会形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庭内来裁决 当然法庭是否能够公正判断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那一把吃 有的人说 哎 法庭应该会秉公出 那么有些人呢 就对这个司法体制缺乏信心 那当然呢 在林冠英被提供之后呢 行动党就发起了 每人十令吉的这一个募款的运动 短短的四天里面呢 就筹到了290万令吉 下一段回来我们了解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你好 我是佩玲 我是之风 前兵州首长林冠英呢 在上个周五被控之后呢 行动党在周六行动非常快速的 就发起了 每人十令吉的一个星期募款的活动 并且呢 在短短的四天里面呢 就筹获了290万令吉 行动党宣传秘书潘检伟呢 今天中午就发表文告表示说 这一项活动呢 是获得了民众的热烈的响应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就获得了公众290万令吉的捐款 290万令吉 如果我们除以四天的话呢 就是平均每一天筹的 七十二万五千令吉 那么我们再加以 除每一天24小时的话呢 就是每个小时就筹到 三万零两百零八块钱 从火箭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是个非常令他们感到鼓舞的数据 那么重点呢 不在于钱的总数 而是背后民众所给予的支持 以及在这一段筹款期间 所掀起的舆论和同情浪潮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 那么这才是火箭希望 期望看到 以及取得的这个效果 那么如果以 每人捐十块钱的话 290万令吉的总数 就意味着有29万人捐钱 当然实际捐款的这个人数呢 可能会比这29万来的少 因为有些支持者呢 他们是一次过捐超过10令吉 那么我身边的一些网友呢 有一些捐了20块 有些捐30块 40块 50块 都有 那么有一个人呢 特别有意思 他捐了80块 零八千 就是 八零零八 那么他之后呢 他就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讲 他特别喜欢 八这个号码 同时呢 他也以这个八 来反击一些人 在这个事情上 不断的八卦加入很多 是真是假的 这个消息 潘建伟呢 就表示感谢大马人的 慷慨解囊 并且说呢 民众的这个热烈的回应呢 也将会推动行动党 继续斗争 建设更好的马来西亚 他说 募款活动呢 将会进行到 8月15号的午夜 前后呢 是8天的 他说呢 一如在推荐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已经说清楚了 任何剩余的捐款呢 将会用在大选 以便呢 对抗后门政府 并且呢 将这个委托权交还 给马来西亚的人民 其实这不是 行动党第一次发起 这一种 针对领袖被控 然后筹款的这个运动 那么之前 林冠英面控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 类似的筹款的行动 那么如果这一次 行动党能够保持着 这个势头 就是前面四天筹的 290万令吉 那么接下来 四天也筹的 290万令吉的话呢 那么8天加上来呢 总数将会是 580万令吉 从捐款的总数 可以看得出 行动党 他依然有 他的这个 雄厚的基层力量 林冠英夫妇被控 以及早前的西蒙倒台 以及后来四个周数变天 就是柔佛马 六甲霹雳 还有祭达 以及差一点点 要变天的这个沙巴 那么这些事情呢 都巩固了西蒙 尤其是行动党的支持者 他们的这个力量 那么虽然之前呢 西蒙掌权期间 行动党在处理一些课题上 与人民的期待 有一些落差 而且也与华社的主流看法 有不同 比如说砍掉 拉曼学院的这个破款 那么这些呢 都让火箭在执政的时候 丢失了许多的这个分数 不过西蒙倒台之后 同情西蒙和同情火箭的 这一种不满国盟的情绪 又重新回来了 再加上 从上个星球到今天 前后三天 拜五拜一跟拜二 林冠宁夫妇被控的事情发展呢 间接的凝聚了行动党 以及同情者的这个力量 通过筹款的动作来保温 林冠宁在上个周五被控嘛 那法庭后来就允许说 以一百万令吉保释 今天呢 林冠宁跟妻子周玉清呢 双双被控 双人 两个人呢 是获准一个五万令吉呢 来保释受候审的 那潘建伟呢 也表示说 宾州政府呢 是通过国际公开竞标 颁布呢 这个海底隧道的合约 同时呢 也获得来自州和联邦政府 资深公务员的推荐 因此他认为说呢 林冠宁呢 是无辜被控的 他说 更何况呢 这一项工程呢 是一分钱都还没有付 并且呢 是预计必须在取得 所有相关条件 跟法规的批准之后 才在2023年动工 而这个海底隧道案件呢 有一名非常关键的人物 他就是海底隧道计划的发展商 Zaru 他原本呢 是站在宾州政府这一边的 他曾经在多个场合 强烈捍卫州政府的这个立场 指责 指说 州政府的立场 州政府办事是非常透明的 那么Zaru也曾经很骄傲的宣称 他不需要搞定政府内的任何人 来赢得工程的这个竞标 可是啊 很讽刺的呢 就是Zaru他突然之间做出了指控 表示林冠英索取这个贿赂 那么这到底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外人难以理解 只能够在审讯期间通过这个盘问 才能抖出更多没有曝光的事情 潘前伟就说呢 行动党呢 推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募款的活动呢 不只是要号召全体大马人团结 以便对抗林冠英的检控 他说呢 这也是为了反抗 慕尤丁呢 所领导的这个国盟政府的烂权行为 如今啊 坊间都有不同的这个讨论 那么不管舆论的方向 往哪一个方面去发展 都对两人的这个案情是没有帮助的 重点呢 还是在于控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两人是真的有罪 那么这一个关于法庭 法律司法的层面呢 就叫由法庭来去定夺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下一段回来 带你关注其他的重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爱沙巴党主席阿尼法 昨天就说他的哥哥 也就是沙巴的前首席部长 莫沙阿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应该要退休 那莫沙阿曼呢 今天是没有正面回应他弟弟的言论 他只是说 欢迎爱沙巴党成为沙州反对党的一份子 沙巴的政坛呢 是非常有趣的 有两对兄弟曾经在一起 曾经同属一个政党 那么后来应该是闹翻自己出走 成立另外一个政党 那么第一对兄弟呢 就是今天的新闻主角 莫沙阿曼 以及阿尼法阿曼 莫沙呢 他是沙巴历任最 在任最久的首席部长 一共15年 从2003年到2018年 而他的弟弟呢 阿尼法则是前外交部长 一直都活跃在中央 没有活跃在沙巴州的这个地方政治 因为地方政治是他哥哥那一块 那么两人呢 都曾经是沙巴的巫统领袖 而另外对兄弟呢 则是卡达三族 哥哥呢 是Joseph Byron Kittingan 是沙巴州的 曾经担任过首席部长 以及副首席部长 Joseph Byron Kittingan 他是沙巴团结党 PBS的创党人 而他的弟弟呢 Jeffrey Kittingan 曾经是沙巴团结党的领袖 那么后来呢 他就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党 叫做立新党 STAR 那么如今 Byron他已经是淡出政坛了 那么他所创立的这个PBS 由Maximus Ongeli来领导 而Maximus Ongeli呢 也是联邦的首相署部长 负责沙巴以及沙拉越的事务 那么Byron的弟弟 Jeffrey Kittingan 则是STAR的主席 那么STAR现在掌握 两个的州一席 同时呢 Jeffrey Kittingan 他本身也是国会员 他现在是旅游部的副部长 那么Byron呢 他是卡达三族的最高领袖 就是胡关销 那么这一个领袖的职位呢 这个职称呢 是终身的 那穆莎阿曼呢 他就回到刚刚的 那弟弟兄弟啊 穆莎阿曼呢 他就说 虽然呢 我们包括其他的政党呢 是拥有不同的重见 但是我们拥有共同的 这个目标 还有使命 就是要把沙巴呢 从不当的行政中呢 拯救出来 保护 还有捍卫沙巴的宪法 那他认为说呢 沙巴应该获得更好的 那阿尼法呢 也是外交部的前部长 他昨天呢 就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就说 他的哥哥呢 穆莎阿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是时候退位让贤了 以便呢 可以让沙巴年轻的一代呢 来领导这个沙巴 不过呢 穆莎阿曼在他的文告当中呢 是没有迹象表示 他有意要退休 而且呢 重点呢 还是在于说 包括他在内的 33名的州议员呢 向法庭申请了 司法复合州元首呢 就是在今年7月30号 解散沙巴的州议会 而这个案件呢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进行零审 然后来裁定说 到底州元首 解散州议会的这个决定 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 那么穆莎他就形容说 他入禀法庭呢 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为了全民 每次听到为了全民的 这些谈话呢 总是会觉得很奇怪哦 政客都喜欢讲为了全民 但是是不是为了全民呢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不过穆莎阿曼他说 不能够再让民性党 来领导沙巴州政府了 否则的话呢 将会继续搞垮沙巴州的经济 不遵守承诺 破坏人民的生计 blah blah blah等等 那穆莎阿曼呢 之前的时候呢 就说他掌握了33名的 这个州议员的支持嘛 是可以取代民性党 以简单多数呢 重立新的沙巴州政府 不过呢 在穆莎阿曼城市之前呢 沙菲义呢 就已经率先要求 州援手呢 解散议会 以便进行州选 那选举委员会呢 将会在8月17号开会 下个星期一 那以便讨论说呢 沙巴州选的事宜 包括选举的日期 那无独有偶的是呢 沙巴亚比高庭 也责定在同一天 裁决是否允准呢 3名的州议员呢 入禀诉讼 要求法庭禁止 沙巴州选的升级 阿尼发他现在已经是 这个爱沙党PCS的 这一个主席了 那么他就说 这个新成 其实不算新成立的党 是这个党已经存在了 然后这个党的原本的领导人 邀请阿尼发来说 请你来领导我这个党 那么这个党呢 他表示将会在来届大州选举呢 竞选全杀73个州议席 至少半数以上 那么其实沙巴政党呢 都非常有趣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 很可以很行的 那么一些政党说 我要竞选30个 一些40个 包括了这个Busato 成立才不到一年在沙巴 就说我要45个席位 那么这一些东西呢 都让沙巴的政坛 变得非常有看头 那么星期一呢 将会是沙巴州政治的 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 那当然主编点新闻呢 也会持续带你一起来关注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在沙巴州下的门 优优独播剧场—— 毛色